太太 事情办妥了 谁让你给我报告的 我不想知道 您不想知道沈老板 我不想知道沈老板 我不想知道沈老板 你不要告诉我 也难怪太太一时承受不住 毕竟沈老板是太太唯一的亲人 不不不 还有少爷 为了少爷 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太太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今天这个结果 是沈老板自找的 谁叫他跟太太您作对啊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够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你还有事 长久以来 只要攸关太太的利益 钱某一向是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放心 该你的奖赏不会少 不不不 太太给的奖赏已经够多了 小的我什么都不要 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希望太太说话言而有信 你是说 太太不是答应给韩翠儿找个好人家吗 这事容易 我现在就去派人打听 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 赶明儿我和太太们打牌的时候 也请他们帮忙留意一下 太太不用费心 只怕韩翠儿看不上人家 天下父母心 做爹的 当然希望帮女儿找个好婆家 不过 也得看是不是门当户对啊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门当户对 只要太太您一句话 这事我会放在心上 总之 不会委屈韩翠就是了 这太太是针不懂 还是装不懂 看样子 这灯不点不亮 你还不满意啊 实话跟您说 韩翠儿早已有了喜欢的对象 哦 是府里的人吗 您没看出来 我那没出息的女儿 一片心意 全放在了少爷身上 你瞧我这脑子 早就该往这上面想了 丫鬟收房 自古有之 何况 韩翠儿对太太是忠心耿耿 要是少爷 有韩翠儿贴身伺候着 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太太您的手掌心呢 话是不错 只是 太太 韩翠儿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就等您点头 只怕不容易啊 你是知道的 当初要好中去 月月都费了这么大力气 现在让他再收一房 这孩子脾气扭起来 那就看 太太您 是不是真心疼韩翠儿了 我可没把韩翠儿当外人 只是这 只要太太您拿顶主意 别说是少爷 就是老爷也不敢说一个不子 小的信得过太太 我试试看 爹 您不是在等我开心吧 这么大的事 没个谱 我敢说吗 爹 您真好 真好 你看你 你也不害臊 行了 行了 准备准备 准备做新娘子吧 可是 少爷他会答应吗 不答应也得答应 您就这么肯定 当然 因为太太不敢不答应 他就一定会想法子 让他儿子答应 我懂了 您为太太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他不得不买您的账 换句话说 太太有不少的把柄 捏在我手上 我随便抖落出去一件 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他敢不答应吗 爹 您真高明 陆家酒庄的管事 没个三两三 端得起这碗饭吗 怎么样 收房的事 爹让你稍安勿躁 怎么样 兑现了吧 谢谢爹 真希望这一天 快点到来 这样 我就不用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 也换我使唤别人了 是啊 咱不能一辈子当下人啊 这回啊 我得要敲起二郎腿 等着坐陆家酒庄 少都家的老太山了 平儿已经失望透顶了 劝他那小 应该不是我 怕这怕月月 生了念祖 便奔家里 简直不可一世 成了家里的太上皇了 不把他搞定 这寒村 绝对受不了房 可这大户人家三妻四妾多得是 何况 陆家人丁淡薄 他凭什么不答应 孙少爷 小念祖 孙少爷 好乖啊 真可爱 真乖啊 太太 浩中不在啊 一大早就催他上宫了 这会儿要是他还在屋里 这媳妇的罪过可就大了 我可担不起啊 小菊啊 把念祖抱出去玩玩 妈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月月 你好像瘦了不少啊 这不是您找我的真正目的吧 我是真心关心你 你看看 你又要带孩子 又要照顾浩中 挺辛苦的 真是难为了你这个千金大小姐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可没有兴趣跟你打雅名 这事说起来啊 跟我也有关系 只怪我肚子不争气 只剩了浩中一个儿子 以至于陆家 人丁单薄 真是愧退祖先呢 我们老一辈呢 总是希望多子多孙 多子是不可能了 只有指望多孙了 那我也只有一个肚子啊 要生也得慢慢来啊 就是啊 一个肚子哪生得过来啊 所以自古以来啊 大宅院里总是免不了三妻四妾的 谁家的女儿 韩翠 她也配音 不就借个肚子吗 自小在家里长大的丫头 本分血 昊中她不会答应的 昊中是我的儿子 只要我坚持 她不敢不答应 要是我不答应你 大户人家的女儿 都是有教养十大体的 我相信 你不会做出这么不聪明的事 让你爹失望 让陆家祖祖辈辈失望 你不必白费春生 我压根就不会听你这一套 你怎么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因为你说的那一套 压根就不爱听 自从我进了陆家 你就把我贬成遗少奶奶 好在我肚子蒸气 生了面祖 搬回一城 以为云儿走了 就天下太平 没想到又冒出个臭管家的女儿来 你把我当什么 我古爷爷就那么好欺负吗 我说你一句 你顶我十句啊 别以为你是古爷的女儿 我就拿你没辙 给我听着 不管你高不高兴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是吗 当初我能叫昊中回心转意娶你 我现在就能叫他收寒碎做偏房 不信你等着敲 昊中是我儿子 他会听我的 我也有办法让他不听你的 昊中有两个吗 也不知道他应该听哪个的 也不知道他应该听哪个的 我藏着夜阵 二十几年的秘密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这个古月月 她是怎么知道的 她是怎么知道的 太太 有好消息了 少爷答应了 少爷收房的事 他怎么说 这事我还没赖得及跟昊中停 不过光老爷那关就过不了 这事就到此为止 你放心 我会给韩翠找个好人家的 韩翠高兴得昨天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太太 你不是在搪塞我吧 我搪塞你 我还问你呢 月月为什么知道昊中还有一个吗 你怎么知道的 月月亲口说的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反正死无对证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月月是个厉害角色 不容易打发 她要是敢对太太您不利 我就 你就怎么样 把她给杀了 说来说去都怪你 每次办事都拖泥淡水 害得我越陷越深 你说这话 对钱某不公平 哪一次我不是按照你的命令行动 哪一次我不是鞠躬尽瘁 尽心尽力 到头来我还遭到这么多埋怨 我也太不值了 如果一开始 你就处理得干净利落 怎么会一而再地牵扯出这么多事来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怎么知道啊 你 你可以对我不满意 可没有我 你今天能坐稳陆夫人的位置吗 你千不该万不该让月月知道昊中的身世 这以后 我不是让她牵着鼻子走吗 我敢发誓 我要是露出去一个字 我不得好死 可这事只有你知我知 月月怎么知道的 别忘了 这事还有沈老板知道 不会是沈老板托梦给少奶奶的时候说的吧 你闭嘴 不要再说了 好 我不说了 我再问太太最后一句 韩翠收房到底还有没有希望 不可能 谢谢太太直言 小灯明白了 天哪 为什么我的路越走越窄了呢 别哭了 别哭了 我这心都让你给哭乱了 都怪你 都怪你 你不是叫我当着做新娘子吗 结果呢 和人家空欢喜一场 这事能怪我吗 就怪你 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下人家里 天生命迹 活该被人糟蹋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干脆把我掐死算了 我还想问问你爷爷 为什么没把我生在豪门大户 你怨 我更怨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不管 你得跟我下个法子 要不然 我没脸活了 我已经厚着老脸皮 跟太太闹翻了 你还要我怎么办呢 你手里不是有太太的把柄吗 怎么一点都不管用啊 管个屁用 时过境迁 无凭无据的 她翻脸无情 我也只好摸摸鼻子认了 可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太太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原以为 太太是个念旧的人 没想到 她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我心寒啊 我算是看透了 这一辈子 作牛作马 我没求过她 就这么一回 就这么一回啊 我难过什么呢 我只不过 是陆家的一条狗 利用完了 早晚要被一脚踢开 爹 咱们走 咱们离开陆家 咱们别在这儿被人糟蹋了 走啊 走 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要走 我也得搅得她陆家 天翻地覆 家破人亡 你想怎么样 好 太太 太太 你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 就别怪我 心狠熟辣 好